HELLO 大家好,主 channel 澳車北上方便澳門人到廣東旅遊探親和做生意 在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舉措 相信是不可逆轉 而假照互認將會於今月16日實施 相信會引來一波澳車北上的申請熱潮 我也會申請 但在單日進出車次已接近滿額的情況下 如何能隆納得到五月起新增的澳車北上車輛 還是我們每天都要搶搶2000個額呢? 可以預見港珠澳大橋口岸和新城A區和友誼園營地 即東方明珠那邊的交通壓力會大增 當局有沒有想到一些對策呢? 目前兩地牌可以走任何一個口岸都可以 相信由於持有兩地牌的人士 多數是做生意或者在內地買了樓 但如果開放澳車北上車輛行駛任何一個口岸 可能會影響兩地牌的利益 所以現在都未開放 沒有來屋地產提提你 朕來母親節 記得過來找我們的禮筆 正在供應你 想不想去一間自由度高又賺到錢的公司呢? 只要懂聽懂說廣東話 有澳門居民身份證和高中或以上學歷 就可以加入我們了 我們有免費在職培訓 專業拍攝團隊獎勵晉升機制 百萬年新不是夢 快點打電話給程澤 6283-2228 好,我們繼續說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前提下 澳車北上應該同時開放 可以使用其他口岸 或者先開放橫琴口岸 可以分流路環和統治區澳車北上車輛 取到橫琴口岸進出廣東 不知道當局考不考慮 前幾天有聽眾打電話上電台 說希望澳車北上可以開放更多名額 以及有職日額 有地區人士認為 當局可以在平日較小車輛出入境時 試行開放澳車北上的職日額 好像做身份證一樣 拿職日籌 議員靖安庭認同政府可以增加澳車北上的配額 但需要視乎通關能力 以及對本號經濟的影響 除了澳車北上的增加名額 增加口岸之外 有意見認為 為能否開放更方便的澳車抵港轉乘計劃 現在澳門私家車往港的常規配額 只有2,800個 而且要在香港從事授身工作 在香港開公司或持有物業才可以申請 很少人可以受惠到 不過現在香港的汽車 可以使用港珠大橋澳門口岸泊車的轉乘計劃 因為香港的私家車不用規格 可以申請開車到澳門 大橋的東停車場停下之後 再乘車入澳門 而且東停車場聽說 現在免費泊車最多泊8天 相反澳門的汽車又駕不過香港那邊 如果香港那邊 建立一個停車場 澳門這邊不用規格的 開車過去 再停下 再乘地鐵入市區就不錯 又可以提升大橋的使用率 增加大橋的收費 讓大橋都有錢可以換下燈膽 促進大灣區的發展 希望香港遲些這樣做 好,這集就看不懂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沒截圖以為嗎? 多謝大家支持